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聊過五個小時的拍攝 我們終於回到錄音室 開始錄製我們的主題曲 喜歡挑戰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將十八個人 分成兩組 一組九個人 六女三男 就唱頭一部分 世我愈來愈勇 用絕心用聲音 來今遍別人 下秒鐘十千夢 從無悔彩 下秒鐘的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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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接說一下 怎麼唱 它的音樂是對的 但並不是音樂的鍵 啊 好,謝謝 其他沒有進去的人 就在外面努力練歌 有些就乾脆take a break 折磨忍 磨都錄了 都OK的,挺好玩的 錄歌時經常都錯音 可能有些太有語氣的歌 但要平穩一點 還有拍子可能有一點 可能吹了板 之後就慢慢逐句逐句改好 現在OK啦 錄完單人的部分之後 接著就是六、九個人和十八個人的集體錄音部分 就這樣 我們就完成了今天的課程 雖然沒有進行到舞蹈和唱歌的訓練 但錄音這個過程 都是非常好的學習經驗 我想增加 即是增強自己在唱功 我會把時間放在唱歌上 嗨,我的名字是王翔倫 語劇講的就是Elon 每樣東西都很好玩 書就只要讀 有歌就唱 有結他就彈 有曲就唱 有聽就玩 有些特別的東西 其實都不錯 音樂就是自己之前有學結他 自己上網自學 然後現在也有拿結他作曲 其實我們樂隊都頂 就是純粹是玩玩遊戲 就是天星碼頭街頭表演 就用來唱 即是不聰明 我訓人三分鐘會到的 踢球就是入了校隊 接著就入遠舞球隊 享受那個殺球的那個 moment 之後我又做一些不同的競賽活動 譬如游泳 是玩水的 其實很好玩 接著就是 打籃球 打籃球可以射球 即是很多範圍可以控制 那 其實 我們平時都是這樣 運球 其實我很少聽他唱歌 其實我覺得他算是一個 運動型的男生 其實唱歌都算是 挺文靜 都算靜態 那 就覺得 不太適合他 打算練習一下 其實我的技術不是很厲害 我之前經常打開球 但現在就很少 參加我主任歌手之後 你知道跳舞的運動量很大 那我們就需要 保持多一點 保持運動 這樣 才可以令到我們跳舞不會 那我們就很正常 一、二、三、四 就不明白 對不對 上課大家 看我們上課 哪一段影片就知道 知道是甚麼 大家可以跟著一起跳 吧 希望他可以在 之後 繼續努力學習 去唱歌 在一些迷惘的時候 都可以繼續努力 不要放棄 希望他可以之後的比賽 都 直直勝利 好 下集預告 舞蹈老師就會檢查我們的功課 經過初步的訓練 我們會表現成怎樣呢? 請看下回分解 請看下回到這邊 請看順便 心裡